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她憨慎不再彷徨 并想紧到别人的世界寻找自己 到了到了到了 妹妹 啊来到了 你们来了 第一小说吗 啊是啊是啊 2009年第一次跟你妈妈吃饭的 是啊 哇我也有两年没跟我妈妈一起吃饭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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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去学了做工 哈喽 我们能来当服务员 你这个店是不是需要人打理一下 今天去服务员吗 洗头吗 我帮你擦仓库 这么大一个超市对吧 收银我也干过 能帮你卖斗鸡 姐姐洗头吗 老板你看你这个业务多烦恼了 忙得过来吗 老板你看你还要算账 你多累了 阿姨 用不用我帮你卖鱼 我就等着这口饭吃了 老板 我这里好像是不在去的 去服务员吗 人家去服务员 洗头吗 剪头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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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了 那拜拜 既然我来遍仓 就从头开始吧 我的头发剪那么多 我觉得abi 你的手也归得了 要去吗 什么 我在睡了 所以你在睡五会儿呢 睡五会儿呢 我就疼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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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哥 吃饭了 初一 咱一会去妈妈家 吃饭去呗 我们就去看看 不给你妈妈走了 你去穿鞋去吧 穿鞋咱一会去找妈妈 行吗 嗯 山路齐驱难行 可这丝毫没有动摇 哥哥们 陪同初一去见妈妈的决心 初一 还得走多长时间 还有 反过的船后面 到下面就 就可以了 这两山路 其实很陡感觉 然后 也不好走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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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小时后 兄弟们终于到达了 黄妈妈生活的村子 妹妹 妹妹 来到了 你们来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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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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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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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妈妈吗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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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这を 等最懒了 等最懒了 等最沸 那我们就给你了 两个八 让我给你了 来 来 这是你妈妈的孩子吧 是 虽然是初次见面 但热情的妈妈 还是拿出了家中最好的食材 看着锅里的肉 数日不见昏腥的三兄弟 早已馋得两眼放光 我们九年没有一起吃饭了 九年以来第一个人跟妈妈吃饭开心吗 现在一年我就来去了 那时这么高我就来去了 所以这么高的时候你就离开她了 是 当时走的时候没有想过带上她吗 有 爷爷奶奶不让 爷爷奶奶不让 爷爷奶奶也舍不得你 是不 后来为什么没有回来看她 妈妈一回 妈妈要生孩子 所以妈妈不让 孩子还不让 当年 妈妈本想带着初一一起盖嫁 可爷爷奶奶却又舍不得孙子 后来妈妈又生下了妹妹 初一就更不愿再去打扰 这种互不打扰的默契 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年 请问 kalau你们要不要浪漫 你们要温吗 我现在洗了 我吃 我吃 谢谢 谢谢 来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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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容易吃 好 要容易吃 我 美专 我要 我没办 是 要容易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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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九年的这顿饭 或许太迟 黄妈妈不停地给出一家菜 或许 这就是每个妈妈 最想表达的关爱吧 嗯 嗯 我教不懂 这个在我 傻瓜妈妈 对 傻瓜是要内药的 什么 妈妈 以前 我 初一小时候吗 啊 是啊 是啊 你九年 第一次跟你妈妈吃饭呢 是 我也有两年 没跟我妈妈一起吃饭 初一 你帮我给你妈妈翻译一句话呗 什么 就是我妈妈在两年前去世了 然后我这我这两年都一直都是我四个一个人 我希望你能在那个初一这么大的时候你多陪陪她 平常你有空了就过来看看妈妈 小孩子 小孩子 小时候孩子多需要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今天看着初一和他妈妈九年没有坐在一起吃过饭 然后就感觉就是自己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那种感觉 好吗 我小时候也没有父母可以帮你坐 虽然我一直都和我爸妈在一起 但是他们每天都是在外面早出晚归 在家里面都是和陌生人一样 我觉得我现在与家人就没有办法像初一现在这样子平心而定的坐下来进行一些交流 要不你和你妈妈在待会儿我们先回去 给你一点私人空间 好吧 我们在外面等你了 你也等我吧 我们在等你外面等你了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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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来 这份无法触及的母爱 近在咫尺 却又远似千里 早早懂事的初一 一直把它牢牢地藏在心底 但此刻的她 紧紧拥抱着妈妈 倾斜着所有的思念之情 很喜欢我的妈妈 不 她们的沙发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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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吃 你怎么没人啊 不 你什么 你怎么就混在那里呢 你怎么吃 没有 你怎么吃 没有 没有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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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凉 pronto - 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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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后想你妈妈去看 - desired - 让你妈妈去看 - 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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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妈妈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 妈妈应该很想抱我 很想跟我说的话 我心里面还是知道的 但是我完全妈妈应该是抽不出来 短暂的相处对初一来说 已是难得的慰藉 她早已习惯将对母亲的思念埋在心底 此刻的不打扰 就是对妈妈最深切的爱的表达 我给你妈妈说了 以后她有空都来看看你 你以后想你妈妈来看看她 你以后要注意身体 不要着凉着妈妈我爱你 зах referencing你 记录 note 思念宣力 白晓鱼 回头 不晓曉 睡觉了 睡觉觉啊 一会儿哥哥跟你落去一坑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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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吧 哥哥跟你说句话 你见到妈妈什么感觉 很高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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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很开心 是 能多开心 很高感觉 还是第一次那么高感觉 我也想见我妈妈 还得想哭一次吧 好像好想哭 为什么想哭 想爸爸 想爸爸了 坚强一点 好不好 你看哥哥白天哭了多丢脸 是不是丢人 看看 大妈你多什么 他们跟他爸妈的关系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长大就知道了 有什么东西叫做叛逆期 叛逆期 就是因为小孩子到了十五六七八岁就不爱听父母电话 就到了那岁数的时候 你也控制不了自己 我跟我爸妈关系都好 那你有爸爸的照片吗 不知道哪哪发呢 那你想妈妈想爸爸的时候咋着 不知道啊 默默地哭了 哥给你看看东西 你妈妈 我妈妈 这是我妈妈之前的照片 这是我妈妈之前的照片 你一直戴着 我一直戴着 我一直戴着 像不像 像 像 妈妈你为什么才去这 我妈妈 因为脑梗了 脑梗 嗯 脑梗是什么的地方 就头疼一下子就混过去了 然后我妈妈之后再还没醒来呢 为什么是接着咬着这种命 我想不去了 为什么是接着咬着这种命 我想不去了 我妈妈走的前一个 前几天晚上 我还跟她吵架了 因为我管她要钱她没给我 嗯 然后第二天我给她发微信 她就不回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妈得病了 妈妈带不起来啊 嗯 是吗 嗯 嗯 你让我特别想我妈妈 亲历 嗯 我看到你跟起妈妈吃饭 我就想了 我有两年了 我妈妈就收两年了 可能以后妈妈她也不能陪着我长大 但是当时她之前 她已经给了我祖父家爱了 所以我很自主 我今天说你右边干吗 今天说右边 嗯 好啊 我前几天晚上我要做噩梦了 要做噩梦 嗯 你有事 我平常都会这样 坚强点 嗯 嗯 我以为她妈妈是那种挺狠心 弄一下孩子不管的 后来发现其实她妈妈还是爱孩子 她也挺想管初一 但是没有办法 我感觉我爸爸可能也像初一妈妈一样 因为我跟我爸爸联系很少 我也不是很了解我爸爸 就是几回少 不是他不爱跟我说的 就是我不饶你 你也不饶我 也属于那种关系 我能抽一天都不上班的时间 不要跟他拉倒壳 这样跟他说 说你离开我跟我妈 这几年 你过得怎么样啊 我回家还是会 经历我爸爸沟通 把我俩的关系慢慢变好 自从带初一见到妈妈 刘国辉一直情绪低落 这个孤独的少年 曾因妈妈的离世自我封闭 可自从来到这里 老人的关爱 弟弟的乐观坚强 都深深触动着 刘国辉敏感的神经 他开始慢慢接受别人的关爱 打开封闭已久的心门 回家看看爷爷 我扯不动了 加苏 哈喽奶奶 回家拉拉拉呀 爷爷呢 爷爷没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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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哈喽爷爷 爷爷我爱你 哈哈 听了没爷爷冷笑了一遍 爷爷 哈哈哈哈 你这给我喂 哈 快 别进去看爷爷的哪个地方 爷爷平常去出这儿啊 下巴 爷爷床了去了 这是石板吗 这么硬 你不知道啊 哇 哇 哇 手疼 哇 爷爷的就是床很硬 基本上是和石头没什么区别 当时就想的是 对这个家庭做点什么吧 爷 奶 哇 他 张盛俊 明天去学了做工 去学老子哥哥 对 做工 当然下山准备搭工给爷爷换个辈子 还有家里的柴米油盐 酱酥茶都不够了 做点自己能对这个柴米油帮助的事 爷 他家库好带 我上次这个还没扯是不是 嗯 爷 你把这个就 这个 你都高望了 靠近了 靠近了 再贴两个 给两个 切 那里 这里 好好好 都要切了 那这个 这个是不是要切切 哦 切切 切切 奶奶 我们睡觉了 啊啊 睡觉了啊 我那边这儿注意 那边还不那么大 今天是下山打工的日子 三个孩子早早地出了门 他们的打工计划 又能否一帆风顺呢 哈喽 你家发财了吗 我们能来当服务员吗 我们这里好像不需要 哦 有没有看了吗 姐 你家今天去服务员吗 我都不去 OK 你家去服务员吗 我能帮你卖手机 不要 阿姨 用不用我帮你卖鱼 你看我这单子用 去服务员吗 你家去服务员吗 去服务员吗 不要 不要 那拜拜 拜拜 你为什么不去剪头呢 他们的内容剪头 我也不会感觉 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 我在想我要去哪里 我把这个村逛一下 我感觉找工作这种东西 都靠运气 叔叔说你去 你这块去帮你卖肉了吗 帮你卖肉 你给我工资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真变 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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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 五十块 可以 来 先到了训练之后 看了啥也没有 就集市里头愁 有个卖猪肉里挺好 然后就跟他卖了一会儿猪肉 我呢 这边还有 这边肯定还有 大娘 买肉不 回家 肉好吃 因为这样打工是我的第一次吧 这样做我感觉有点丢人 想放心 求职打工 对于开朗的刘国辉来说 不是难事 可高冷惯了的许振宇 终究还是拉不下面子 转身离开了 成了一次抛下同伴的他 这一次 还会回来吗 描住哟 描画 描画怎么说 鸭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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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买肉吗 阿姨买肉吗 吃肉 吃肉吗 姐姐 吃肉 吃肉 好吃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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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会讲妙话 外面这猪油摊 他们都跟你说话能说得明白 他们就都有人买猪油 就我这没有人 也揽不着客 老板就一生气对我这小失望 就给我整走了 今天不用你了 明天你再来好吗 今天不用了 今天不用了 不用你做了 那我要换地方呢 你好姐姐 因为我帮你们 你卖蛋糕吗 帮我卖爆米花 我们卖三块 我给你批发两块五 然后你卖五块都是你的 我卖多少 挣多少 你成本就两块五 这个好 相信我 你们今天肯定会真的 这像是你们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 这一个月收入最高的一天 这一个月收入最高的一天 买爆米花吗 小的是五块 大的是十块 这个大的何事 要小的 要小的 纳入小包包 小朋友买不买包米花 哦 要一份大的 要一份大的 这五块钱了 太快了 五块的 给 旅次召聚后 能言善道的刘国辉 终于找到了赚钱的方法 我现在回去拿点小的了 小的不够了 再给我拿点小的呗 小的不够了 这个卖的 还行 你看我卖这些钱 我这个是卖十万元一个 那个卖的是五万 这像是你们一个月之内收入最高的一天 卖爆米花挺挣钱的 而且还能展示出我的后台 来来 小大 好的 祝您生意兴隆叔叔 买个两个 祝您家小玩 学习越来越好 祝您越来越漂亮 这个五块 五块 要两个了 谢谢阿姨 生意兴隆 学业有成 谢谢 这个帽子好看 长大越来越好看 谢谢 感觉卖爆米花 卖出去一袋都可开心了 感觉自己的灵魂得到了送花 灵魂得到了送花 拜拜 你评论你出这儿啊 这是死板吗 这么一 我想再回去试试 走 我刚刚走了那么久 我一直在想 我给初一说了我来赚钱 结果我又回去了 不知道怎么面对初一 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 我想回去再试一下吧 他们都可以赚钱 为什么我不可以 有一个人回到家 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或许是因为对弟弟的承诺 或许是不想再让爷爷 继续躺在那张冰冷坚硬的床板上 我行我素的徐振宇 第一次走在了回头的路上 老板 要需要帮忙不 你会做吗 我会啊 你会洗头吗 我帮你洗头啊 这些 洗个头你给我几块钱提成 洗个头都十块 你可以十块你就得三块嘛 可以 可以 我去帮你拿生意啊 洗头吗 你洗头吗 姐姐洗头吗 等一下 没有 你洗不洗啊 我是那种我不用洗 我帮你洗 我害羞的 没有 从来没有就是说在外面这样打工 放不下自己的脸面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 洗头吗 洗头吗 剪头吗 姐姐洗头吗 你在给别人搞齐天吹吗 你在给别人搞齐天吹吗 你得多少钱 你看 我看到个理发店里帮别人洗头的 当然她吧 有点腼腆 正义不太好 也没有人去 后来我带她去那个文用店了 你好姐姐 你们今天这里忙是吧 对 我有个朋友没有工作 他可以来这里干吗 可以 可以 我需要干些啥 跟他们一样搞卫生 搞卫生 我们一样的要擦 好的 加油 浮困鸡皮刘某人 专门治疗这种事业青年 我觉得许卷你和刘某辉他们俩打工 应该是一个人一百左右吧 你赚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二十 五十五十五 八十 他赚了一百块钱 真的是 太少了 没有你 你没发现吗 我钱赚得特别顺利 看到吗 没有你钱赚得特别顺利 就是瞅张军他没赚到钱 想嘲讽他一波 后面他就差不过来了 他差不过来了 差点厉害 我的妈 他赚了一天 赶上我俩赚一天 好 一开始我觉得擦个玻璃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事 因为我之前也在上海擦过这种玻璃 但是我发现没有工具的情况下真的很难擦它 因为想要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些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吧 我觉得赚这个钱一点都不顺利 擦的整个人让我非常的胶着 很辛苦 终于大功告成了 开心 擦好了姐姐 我去看姐姐 好 还有姐姐 谢谢 姐姐太漂亮了 谢谢应该的 太辛苦了 太谢谢你 这是什么 这么多钱 太开心了 可以给爷爷奶奶制办一些物品 怎么能这么开心 我卖完了 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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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多少钱 你猜我挣多少钱了 多少钱 可能 你来我这儿宣服的吗 我挣了100了 100了 101 来 我来帮你们干 我给我一块马布 好在我要擦什么 你擦这里 我擦这 这个地方也要擦 这种 阿姨 我们干活不要闲 就吃一顿饭就行了 这样子啊 嗯 我们干活不要闲 就吃一顿饭就行了 我们干活不要闲 就吃一顿饭就行了 就吃一顿饭就行了 我们干活不要闲 就吃一顿饭就行了 我不想吃饭 你不想吃饭 那你要干吗 出去吃啊 我要全 我想吃 等一下我要做 我们要钱不吃饭 我们俩不去吃 我要钱 那我们擦完就走吧 我要钱 嚼死棍 刘国威是个嚼死棍 我要挣钱的 他把钱给我搞非了 他给别人来一句 我们俩吃饭不要钱的 好了 灰灰 我做菜了 准备吃饭了啊 哦 准备吃饭了 好啊 走 吃饭去 对啊 我想要去吃啊 主要是勤快 随便去哪里都有吃的 嗯 没赚钱也赚吃 知道吗 好 慢点吃 不要吃太快 腌了 你觉得来我们这里好不好 好 我现在开始的时候 感觉有点不适应 干完了是吗 买两斤刀回去给奶奶 奶奶 对 对 我有工夫吗 三十块你买什么 现在你跟我说 买什么 我买肉 买盐 买盐 给谁 给奶奶奶 好的 谢谢 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要努力哦 好的 拜拜 拜拜 走了 等一下再回去 我要拉个磕子过来洗头 那你去啊 他省衣不好 因为他拉不下了点 然后我跟张晓晓帮他拉磕 你在这儿洗 我是又给你拉磕 准备好了 一会儿准备送一百 我跟你讲 是吧 你吹小张出发了 我进去干嘛呀 等等你们拉呀 就我 就我的 你不相信我 真的是 哈喽 美女 你要洗个头吗 洗头亮仔 跟我一样帅的 你洗头 阿姨 去洗个头吗 哈喽 去洗个头吗 哈喽 亮仔 去给你洗天处衣服 剪得帅一点的 给你打造出什么感觉 你就是那种 你一照镜子 你会发现自己比吴彦祖 还帅那么一点点 知道吧 来 这个 专门为亮仔洗头的地方 就是洗个头吗 姐姐 姐姐 你去过香港吗 姐姐 为什么我的粉里没有白菜 姐姐 你不冷吗 到了 姐姐 就这个 你别拉了 姐姐别拉了 带人带态度了 然后我跟张文静就 也耿的帮他们洗了 姐姐 你们算了多少 你算多少钱 你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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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我一百二十七 我一百二十七 我还要给理发店老板去 我还要把头剪了 我还要把头剪了 老板 还能回家 没有 给你材料费 你一共算得多少 我涨了八十 那我要十就行了 好 那拿去 谢谢你 不用谢谢我 我谢谢你 那我用十块就行了 我谢谢你 在前面去剪吧 在这家吗 哈喽 帮我剪下头吧 要洗一下 先洗吧 先洗一下 OK 剪到修剪下头 还是要剪什么样子 剪短 全部剪短 这个呢 这个呢 全部剪 刚开始第一下 梨花师就是动我头发的时候 然后 有点很舍不得吧 就是 感觉就是 看着头发一点点的掉 感觉就是 有点想哭 但是又哭不出来 那种感觉 我的头发剪那么多 为什么剪这么短 没事 剪完之后就是五眼祖 把你眼睛蒙上 来 摸好 你把手往前摸一摸 你摸一摸 大概是什么 你猜 脑袋别动 脑袋别动 别摸了 再摸没了 3 2 1 哇 这么漂亮 谢谢你们 哎 哎 哎 你就这样吧 说走 说走就走了 感觉少了个银 还有点不习惯呢 哎呀 哇 接下来就我一个人是约屁了 刘温辉感觉挺崩溃的 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回家 为啥 他最后一个来的 他第一个走的 我还不知道我还要在这 待几天 你说他怎么说 说走就走了呢 真的 我想回家去啊 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 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 芒果仔带你玩转芒果星球 掃描下方二维码 或打开芒果TVAPP 领养你的专属芒果仔 和他一起参与芒果星球公益行动 为山区孩子们的梦想助力护航 对一步总会害过天空 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 伸出你的手 抛开主管 试着接受 当悲伤在心里 永远不停留 如果换一换 试着走别人的路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该要满足 经过那些不足 我们学会在乎 学会珍惜从前 来自不易的幸福 曾经犯的错误 告诉命运 我们没有输